各位大家好 祝内的听众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讲 复活节前圣经系列的第五集 真正的圣殿在哪里 在我前面的视频中已经多次提到了 以色列人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筹建第三圣殿 川普和他的女儿女婿 尤其是女婿库什纳 还有以色列的首相内塔尼亚胡 还有整个白宫的以色列派 包括姆努钦弗雷德曼这些犹太人的 在白宫任职的高官 都是这个中间的核心人物 而以彭斯彭佩奥为代表的福音派的基督徒 也是为第三圣殿的建立鼎立相助 这个倒不是因为福音派的基督徒相信 在圣殿山上的第三圣殿会促使敌基督现身 于是就激活了基督重来最关键的那一步 也就是敌基督 统治世界的七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是鼎立相助 提供资金和提供一切政治上的和这个道德上的支持 让以色列尽快的建立第三圣殿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福音派基督徒 都要尽快看到一座实铁的第三圣殿 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 为什么呢 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 当你看到真有一座犹太教的圣殿 站立在圣殿山上的时候 你就知道已知的人类历史剩下不到七年的时间 就要全部结束了 所以圣殿山上发生的一切 是指示世界未来的最精确的时钟 以色列人之所以要筹建第三圣殿了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两座圣殿了 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王建立的 在巴比伦征服中被复制一具 而且呢 全体以色列人也被作为奴隶掳到了巴比伦70年 直到新兴的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 不费一兵一卒就攻进了巴比伦大城 还给了犹太人自由之身 让他们返回以色列重建圣殿 这个就是第二圣殿 所以在这个美国2020和川普第二任期的最后一集呢 我解释了就是以色列的圣殿研究所 为什么把川普的头像和居鲁士大帝的头像并列在一起 这个背景呢是即将建立的第三式圣殿的那个设计图 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心中 川普是像居鲁士大帝一样的 给他们机会建立圣殿的这个救主和国际领袖 第二圣殿呢 比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呢 要小得多了 但是也整整耗费了46年之久才建成 第二圣殿呢 也在西元70年被罗马帝国再次复制一具 在西元33年 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三日后复活 复活后的第40天 在橄榄山上众使徒的面前 被天父接回天国后的30多年之后呢 耶路撒冷再次被罗马帝国毁坏 圣殿呢被削为平地 然后一把火烧了 整整个的情形就像 耶稣在马太福音24中 24章中所描述的那样 连一块石头都不会落在另一块的石头上 因为犹太人联合了罗马帝国 迫害死了神的亲生儿子 耶稣基督 神降下了大怒的烈酒 于是犹太人被赶出了以色列 在世界各地流浪了将近两千年 因为呢 耶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到世间后呢 圣殿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用动物祭祀的旧约呢 已经被废除了 真正的圣殿在哪里 耶稣已经解释给了犹太大公会的祭司们 但是他们听不懂 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 以耶稣不守安息日 为别人治病为理由呢 要杀害他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开始呢 先是记录了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在加拿的婚礼上 把水变成了酒 显示了他的慈爱和大能 然后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圣城耶路撒冷 主来到耶路撒冷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清洁圣殿 那个时候的第二圣殿 差不多像个动物市场了 牛羊贩子就将自己的畜生 摆在圣殿周围的外院来卖 来朝拜赎罪的人 就就地讨价还价来买 还有很多兑换钱币的钱币商人 也支起桌子来就地做生意 犹太人把整个圣殿的外院呢 就变成了嘲杂的市场 这个本身就是对神极其的不敬 也就是独神 而且呢 还侵犯了外邦人可以敬拜祷告神的地方 就表示呢 犹太人根本就没有把外邦人放在眼里 当然了 这样的嘈杂和污碎 也会影响到所有来圣殿敬拜神的人 影响到所有人在敬拜的时候 对神的虔诚 对神的尊敬 以至于呢 是破坏了整个敬拜的气氛 使人难以借着敬拜 让心归属神 于是呢 也就失去了整个敬拜的目的和敬拜的意义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就看见天赋的神庙圣殿 被当作买卖的地方 心里就如同火烧 马上就博人大怒 拿起鞭子来抽打 这些牛羊贩子和兑换钱币的贩子 推翻他们铺满金钱的桌子 将他们赶出圣殿 这就表明着耶稣基督公义和审判 看到不正义的 看到腐败的现象 主耶稣并没有视而不见和保持沉默 圣经在这个时候 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眼中的怒气 脸上的怒容 心中的怒火 实实在在的要让我们知道 羔羊也是会愤怒的 在启示录中呢就有 像山河岩石说 倒在我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这个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十六节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神是圣洁 公义的神 他看见了如此不义的事情 当然就会愤怒 他的愤怒是义怒 是正义的愤怒 这种正义的愤怒 是由他的行动所显示的 当时耶稣的门徒呢 都非常的害怕和吃惊 因为呢 在他们的记忆中 主耶稣一直是慈爱的 这是第一次他们看见耶稣 发如此大的火 而且是公开挑战犹太人的当权者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圣经实在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心 当人的贪心 罪恶 正在污秽神的殿 神的家 主耶稣为了维护神的荣耀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 去显明神的公义 让人的心再次被神的圣洁 所震撼 让人浮在地上瑟瑟发抖 让主耶稣的震怒去除人内心中的不洁 这样才能让人真正的回转心意 一心一意的去敬拜神 昨天有一个网友呢 说他相信真神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死 而我们想要让别人死 我们的灵魂就是属于撒旦的 我立即就回了这位网友的话 我说没有人期待他们死 是他们自己没有救赎自己的灵魂 神足足给了两千年的时间 给了各种各样的机会 让人来实现救赎 神先是派了各位先知 后来派出了自己的亲生子 但是人 把神的亲生儿子给定死了 这个时间算短吗 两千年 两千年的时间 两千年的时间 各种各样的机会 几十年的人生的长度 你难道可以说神没有给你救赎和悔改的机会吗 我想不是的吧 如果一个人真心想悔改 一生几十年的时间 我认为是足够了的 神既然要给自己的亲生子找新娘 那神要的是真心真意的 愿意做他儿女的属灵 那些属邪灵烂鬼的神要了干什么 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启示录时代了 那就说明神很快就会回来 要给他的儿子和教会新娘举行婚礼了 神圣的婚礼 为了千禧年亡国而举办的婚礼 怎么可能容得下不洁的属灵来搅局呢 再打一个比方 假设你自己要娶妻 你是到哪里去找未婚妻的人选呢 你会到下流的场所去随便抓一个妓女回家过日子吗 还是你会打听名声好 教养好的人家的适灵女孩子作为未婚妻的人选呢 我想这个明摆着不用论证的东西吧 神要的当然是为自己的亲生子 找那种安平守真的童女 既有灯又有油的童女 当然已经有灯还没有准备油的童女呢 那也是属基督的 但是呢因为他们现在睡着了啊 没有准备油啊 这个呢我们以后再说 这个是马太福音里的第25章中的一个批语啊 就是说什么样的基督徒是做好准备的 什么样的基督徒还没有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神要的当然是为自己的亲生子找安平和守真的童女 干嘛要到垃圾场里去解没人要的破烂呢 只有像习近平这样的那撒币才会宁与外邦不与加奴 从非洲来的带着艾滋病的黑鬼留学生一年在中国上大学拿着十万人民币的零花钱配着三个女学伴 还不许你瞄上一个白眼和发一句牢骚 你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啊 厉害了你的国 山寨版的黄俄暴力集团建立的政权下面 你也配姓赵 自己赵赵吧 所以大家以为耶稣重来后建立的千禧年神国是西方白左宣扬的多元文化吗 什么是所谓的多元文化 那就是往自养人的米汤里面狂到老鼠屎 还要逼着你喝下去 还要高唱好喝好喝 其实我从2001年来西方啊 定居一开始以为到了西方国家基督教国家 本来一开始是非常高兴的 那个时候2001年也是欧盟刚刚啊就是统一货币啊 就是欧盟正好在一个嗯 怎么说呢 正当年华的时候正好在尽头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欧盟的概念也让很多年轻的人啊 觉得意气风发啊 觉得欧洲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但是呢 很快呢 没有几年呢 我就认识到自己是错了啊 那个时候的思想还太幼稚 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彻底底的理解圣经 所以呢 那到了2006年我就已经对西方彻底失望了 今天的西方呢早就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了啊 已经是复活了的巴比伦 还有大量的绿教的垃圾人口 还有大量的绿教的垃圾人口 还有这个中东来了大量的垃圾人口 今天的欧洲是什么样子 其实很多生活在欧洲的中国人心里都清楚 尤其是在法国 今天的英国本来呢是比欧洲大陆上应该是好一些 但是就是今天的英国腐败也是出了名的 2008年在欧洲的在这个英国的上议院竟然有八名 有绝世头衔的贵族啊 议员合伙为了每个人不到八万英镑的贿赂 而要修改立法 修改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某公司的利益得到法律保障 整个去年香港时代革命 英国作为曾经的宗主国竟然一言不发 可见腐败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这个事件呢正在全速走向毁灭的道路上 也并不是中共一家啊 中共能够深度渗透到西方各国的高层啊 西方各国的高层 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西方腐烂的程度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 主耶稣在逾越节去耶路撒冷清洁圣殿 那是要去揭开纪念逾越节的真意 耶稣是神的羔羊 只有他才能真正去除世人的罪孽 约翰福音的作者用犹太人的这个这个节期一共记录了三次逾越节 逾越节事实上也就是跟基督教的复活节是同一啊 就是同一个时期 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传道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借着逾越节呢 来帮助我们知道 耶稣传道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中心的信息和最终的目的 那就是要成就神的十字架的救恩 让信他的人 集着他的光明 来同做神的儿女 在约翰福音中呢 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中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件事情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当时呢主耶稣就当众向犹太人的当权者发出挑战 那些当权者呢不敢责备和制止他 因为他们的心里知道呢自己是理亏的 但是他们不服气 他们要挑战耶稣的权柄 他们要求主耶稣来行一个神迹 证明他有清洁圣殿的权柄 主耶稣就回答道 我拆毁这殿 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 耶稣在这里呢 没有显一个神迹 耶稣的回答呢 是在预言一个即将发生的神迹 主耶稣这个时候在说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玷污了圣殿 破坏了敬拜 亵渎了神 你们这是在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必要再建立起来 被拆毁的殿 只有我来才能被重建 他说的这个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的圣殿 就是他三日之后复活了的身体 其实呢 主耶稣知道 人破坏圣殿和敬拜 人独神 用虚假的宗教形式来蒙骗神的百姓 那将会激起神多大的愤怒 所以呢 因此 因着他的公义 他才是唯一有资格来洁净圣殿的人 因着他的慈爱 他才是情愿为我们做出最大的牺牲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受死而复活 而成就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在这里 耶稣这是当众第一次明确的预言 他的死和复活 为的就是要彰显神最大的公义和慈爱 这个时候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的 你三日内再见得起来吗 犹太人说的这个四十六年近期的第二圣殿 是石头做的 可见犹太人完全不明白耶稣的意思 他们心中所说的殿是指外面的建筑物 但是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也就是说有形的石头做的圣殿 将要以耶稣基督自己来取代 其实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类似的故事 当时呢 有几个文士和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先知约拿在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中 这个大鱼呢 事实上不是真正的鱼 应该是鲸鱼 就是关于约拿那一章 现在我呢 不展开 我只是这样略带的带过一下 先知约拿 死了之后 沉入海底 在鲸鱼的肚子里过了三天三夜 然后鲸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 约拿复活 然后进入这个尼尼威大城 向亚述人宣讲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先知约拿的故事 就是像先知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这也就是预言着他的死而复活 犹太人呢 要看神迹 耶稣的意思是说 这个神迹最根本的指向就是要他们去仰望十字架 主耶稣的义怒呢 不仅仅是为了清洁 更重要的是为了重建 他来就是要除去旧的和建立新的 这才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真正的意义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已经揭示了 哪里是真正的圣殿 那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 只要在基督里 就相当于是在至圣所里 至圣所呢 是一个圣殿 犹太圣殿里非常关键的位置 过去呢 至圣所 大祭司一年呢 只能进去一次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常在基督中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 要不为什么基督徒互道平安的时候是说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这同时就是要告诉我们啊 今天的基督徒敬拜的中心不是礼拜堂 不是教堂 不是礼拜的城市和形式 不是礼拜的用具和这个礼拜所用的这些等等仪式 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和中心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 这个真理对所有的礼拜堂和没有礼拜堂的教会 那都是重要的教导 意思就是叫我们要先看重人的心 只有当人的心 只有基督进入到人的心里以后 那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 所以呢 耶稣基督来洁净圣殿 就是要来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有一颗清洁的心 这样呢 我们的心才能进入至圣所 才能进入基督里面去 亲近我们的神 去敬拜我们的主 所以呢 当你理解了哪里是真正的圣殿之后呢 你就明白 以色列人将要建的石头座的第三圣殿呢 是一个从开始就要悲剧和失败的结局 在末世七年的中期 世界领袖狄基督本人呢 将要进入第三圣殿中 将自己封为神 取代上帝呢 让全世界的人顶礼膜拜 还要在全世界人的前额和右手 植入寿印标志 用来标注那些属于他的人 就像是牧场主用落铁在牛羊身上 落上属于自己农场的标识一样的 其实呢 未来的狄基督在这个 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第三圣殿 所要做的事情呢 习近平自从2014年开始啊 从开始拆毁温州教堂为起点 然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开展了 拆毁教堂运动 在教堂里面挂上他自己的像 不让挂十字架 不让立圣像 而且要在教堂里面唱红歌 而不是唱赞美诗 这个就已经在预演末十七年的场景了 文革其实已经复辟了 接下来那就是战争地震洪水和饥荒了 一个大大的得罪了神的国 怎么还可能配得上神的恩典